回家疼一下 对 回家给他疼一下 几条啊这张 十条 十块钱 没死啊 没死 卖个五块钱 不要回家接着死 行 要死人家 没死没死 没死够钱吧 不要了 不要了 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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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吃吃饼啊 朋友们大家好 咱车里面还有二十多斤饼啊 我先拿出来卖一呗 我没长 二十一二个吧 到这摆完卖鱼 那他也就拎走两袋 要跟咱鱼换 我先他那鱼 活的 他死的我就拿走一兜的 回家让我媳妇靠枪靠上 啊 这两天不能出台 大家喝点小酒不停的劲儿吗 他活的 那咱就别整了 别杀生了 老太平超市门口啊 朋友们 人真少啊 咱每天还是在那个卖鱼那位置 今天他在那卖鱼呢 咱就把车停这儿来了 啊 吃春饼吃春饼啊 超市的正门口啊 这卖土豆的 哎这土豆多钱一袋啊兄的 十块钱一袋 八斤 八斤 跟那是一家呗 一家一家 啊一家 行 你这饼能放多长时间啊 你这饼能放多长时间啊 饼啊 你放冰箱冷冻两个都没事去 是啊 然后你肠闻三十天啊 啊行 吃的时候给腾一下 别腾太长时间 腾一分钟 就热心串下劲就行 行 我吃 快卖完了吗 就两豆了 就两豆了 行 吃春饼卷啥啥味儿 啥都能卷嫩 你来几个 吃不完能动 你去拿身体是熟的 你去拿三个月儿 早点晚了点啊 嗯 这啥酒好像是一句 呵呵 嗯 十二十二 微信收款六元 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好嘞 三米啊 十米啊 一袋是一斤 两袋是二斤 十几块钱 合适 你自己在家做的 白面白面还多钱一斤 你对不对 反正就是不贵 啊 又掉了 你还得和面呢 对不对 那你自己做的 喜欢做出这种笑话来 这多把握 你自己在家做 你咋做呀 这没有油还 别说没油 有一点四辣油 有点一米变粉 能高几天 放冰箱里冷冻 一个月两个月都没事 长文两三天 长文再放两天没事 这天凉快没事 你都吃过我饼 你还在早市卖六块 少许能卖过 我买过一半 先在里边 我买 那拿两袋吃去呗 吃着方便 留着留着油盘 拿两袋 啊 那那十块不行啊 不行不行 大哥 最低了 你这啥时候弄的呀 啊 这不是七万是不 二十八号 这哪写呢 真是呢 啊 长文四天 接二九吗 长文四天 吃大鸣吃大鸣了 来 两袋二级十一 你来不来 你拿一个 两袋十几块钱 来两袋钱 我一个就放 我再救我自己去 帮我先倒着 随时拿出去吃 你去过那小百步 都没有了 六块钱 六块钱 那虾一把 单鸣 捡菜吃的 来那边去 对 啥都能卷 大了姐姐 我给土豆丝 怎么卷 从那小葱 啥都能卷 卷啥 啥味儿 吃大鸣吃大鸣 嗯 单鸣大哥 绝点 捡菜吃的 就是一包辣 这个 鸣鸣 一斤那块 几张呢 一袋一斤 不是 我只要一斤 有的十张 有的九张 特别的八张 但每袋都是一 那你飘 你看哪个张是多 你来哪个 哎呀我 这 不要够 你拿哪个 哪个多 你拿哪个 都一斤 当上表那袋 有油 有点四辣油 有黑料表 四辣油一片粉 一袋六块两袋 十一大哥 整吧 就这点的辣 卷完了 卷完了 13秒 整个 那边整 倒点三个辣 多二十八号的吗 多二十八号的 一几乎 三秒卷一秒 卷啥啥味儿 啥都能卷的 两袋十一块钱 都是 哎呀 阿叔 熊 你记住吃的东西 你就在小伙子买东西 你买过的东西 你只知道你买一次两次 你就知道 你就说 我做生意啥样 我在骗人的 告诉你啥就是啥 找啥 不冷啊 都看哪 行啥都行 给就行 给就行 说大哥 吃大牛吃大牛 啊 十一十一对 江海龙 左边左边来 哎呀 这小指纹长得真带劲 对下大哥 回家两三天时间起码 你给它动啥大哥 能吃点 吃点 啊 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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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都能卷的了 不吃过吗大娘啊 买过我饼吗 我买的是那样 小饼啊 那小的小那个 一米饼嘛 小米饼 我这是卷饼 卷菜吃的 我这是卷饼卷菜吃的 我这是卷饼 吃春饼 吃春饼 饼了了 卷啥 啥味 啥都能卷的 太长时间 就是水开了之后 串一下气就行 嗯 嗯 然后明天吃不完 就给它动上点 十二元 行 你给我扇 十一 两袋十一对 两袋十一啊 对 两袋十一 行 好嘞 好嘞 慢走啊 吃春饼啊 这是53块钱的现金朋友买 微信还收了几十块钱啊 卖了100多块钱 一百零点 最后剩三袋春饼啊 一个美女全拿走了 看我抖音的 然后还有一个胸呢 拿走四袋 还有一个胸呢 拿走两袋 咱就没成啥了 全经手了 车里面现在就剩十个仿密框 还有点狮子框 就这点了 没啥货了 朋友们 啊 啊 其实说心里话 朋友们还眼睛卖的啥 但是 我想上趟龙园 把车里面这些框啥 咱都卖的 但是吧 我又犯河 又不敢去 因为哈达不有病例嘛 然后龙岸我就不敢去了 有点翻河去了 再严调 就再想想吧 我昨天 我前两天不想做小区群嘛 我也看了观察他们怎么卖过了 你知道吗 我昨天前天 是前天吧 我在一个小区群里面 发了那个 十块钱红包 但是我没跟群主打招呼 犯错误了 知道吧 我发了一个十块钱红包 然后紧接着呢 我就我就说 我说 大家好 我是做村银的 我说 那个我家在附近 然后我说 那个 我想把这个村银呢 呃 做到线上来 给大家呢 提供便利一星期间 然后 我说了价位 六块钱一斤 十一块钱 那二斤 然后说完之后 也没勒我 也全力 然后这群主 一脚把我踢出来了 啊 可能看我卖东西的 我跟他利益 可能产生冲突了 你知道吗 现在咋说呢 咱能想到的事吧 一般人都能想到 而且必然想到的还早 知道吧 这个事就不好干 建群这个事 我觉得两三年前 可能已经开始干了 开始运作了 知道吧 而且呢 跟物业啥的 跟小区群主啥的 可能关系都挺好的 你知道吗 而且一星期间 他们都卖菜 卖挺好 如果说咱 从中间想插一脚进去 这事挺难 挺不容易 所以说 后来我寻思 我只能说通过自己 在卖货过程当中 慢慢建立 建立口碑 建立 建立诚信 你知道吗 建立口碑 我觉得这样呢 可能还是一个 是一个方向 知道吧 如果说我现在进小区 直接进小区去 想走捷径 进去 不太好使啊 朋友们 不太好使啊 不太好使 好了 朋友们 感谢大家观看 支持啊 我是十年的生活 大家会儿呢 也可以叫我小龙 大家出行的时候呢 一定做好防护 一定做好防护 因为现在疫情呢 确实是 怎么说呢 为了家人 为了我们身边的人 为了我们的自己 一定要做好防护 拜拜